你看这他说 从小就军队大约长大的 甭管好是不好 但是事实上讲真出人 当年的搞军事的一聊天 就讲苏德战历史主 现在都跑到文化界去 其实我一直让着他们呢 我觉得欺负老百姓不牛逼 是吧 我们是练过的 我们欺负你 而且我当瞧不起老百姓在哪啊 真他妈日本人来了 滚党来了 根本堆呢 你们一人也能当顺民 我们不都要失败了 我们就跟着倒大没了 我们从小要跟着部队走 而且大部分人都要跟着走 我一生来第一印象 就叫做一个大物理 全都是小朋友 我们那时候两个礼拜回家 可是我父亲那时候 天天出去看地形啊什么的 看地形不打仗 部队打地形 部队天天在准备打仗 你从来没松懈过 对对对 人家队在国大米时期 部队因为在华北 在黄美苏联嘛 在山北地区修的国防公室 平地修山的 那六几年跟对印度打仗 对越南打仗 包括台湾也反攻大陆 都要去啊 你都要建立前线指挥部 这总部要去人 我十岁前 我不认识我们 大人也不认识我们 直到我都中学第一 上中学的时候 我们家大人经常把我喊错 当成他们家孩子 如果要为九十年代 选一位代表性作家 综合文学功底 影响力 象征意义 王硕是不可忽略的人选 这次王硕埋头 十五年王者归来 创作出 《辉红巨著起初纪念》 不同于他以往的小说 更像是一部辉红的史诗 评论家史航这样说 中国作家王硕 所有的在世作家中 我最敬重的一个人 和我最重视的一本书 他的新作 《起初纪念》 它会破除你 死前见过的很多套路 而让你看到 真正的我们国家出现过的 或者应该出现的那些 有趣的男女 以及大好和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